大家好 我是Alisha 加拿大政府註冊 移民顧問 如果你是一個 今個星期就說 如果你是一個技術人員或者是半技術人員 Semi-skill 白領和藍領的分別 BC省的省提名計劃有些更新的 先跟大家更新一下 你也知道去BC省除了去 有三個途徑 一個是你是技術移民 第二個是去讀書 第三個是做生意 今個星期就說這個技術移民和讀書 有些甚麼最新的更新 第一個更新就是 你知道如果你是一個IT的人才 如果你在BC省找到一間公司去請你有一個工作提供 本來的本來的29個公眾 現在去到35個 即是BC省每個星期做的 如果你有一個工作提供的話 那就是好消息 即是公眾大大延伸了 第二個就是 第二個更新的更新 就是 跟大家溫告資深 如果是 在BC省大學或者學院讀 這個Master 或者是PhD的 program 就不用工作提供都可以移民 但是選科一定要是 Apply Sciences 即是讀science 譬如那些 engineering nursing occupation therapy 那些 最新的更新就是 如果你是讀PhD的 就沒有這個field的限制了 你讀任何都可以的 去讀PhD 那就是讀完PhD畢業之後 就不用這個job offer 就可以直接申請這個provincial nominee 好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更新就是 Skill 和Semi-Skill 即是藍嶺 即藍嶺 即是藍嶺 是甚麼呢 cleaner 去餐廳做supervisor 或者是kitchen support 那樣 它最新的更新就是 即是那個 計分的 如果是那個人工 去拿到14萬加幣 或者以上 就有滿分的 55分 以前就是 10萬加幣 年薪 現在去到14萬年薪 才可以拿到滿分的 好 今個星期就和大家 關於BCP&P BCP&P省提名計劃的 技術移民 就更新的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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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